大家都很关心进补的这个问题 我也很关心 我知道大家平时多爱吃一些西洋生 红生 枸杞 鳄椒 没错 这些都是好东西 是咱们中国人常用的进补的食物跟药材 那么我觉得有几个原则 请大家把握一下 首先不要过度 任何一样好的东西 你吃的太多 或者每天不停的吃 或者你盯着一样东西吃 它都不是什么好事 比如说枸杞 它是温补的 大家可以用它泡水喝 或者煮汤喝 那个西洋生 红生 它可以补充一些气血 也可以泡水喝 也可以稍微嚼一嚼 但是都不能过头 都不能过分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大家做工比较疲劳 可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进补 但是有两类人不大适合补 第一类是什么呢 我们叫脾胃虚寒的人 就是肠胃功能不好的人 你如果老是拉肚子 或者说吃饭老是吃不下 或者说吃饭之后消化不好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你脾胃出了问题了 那补品它有很多都是比较难消化的东西 比如说恶胶 你看恶胶长的样子就是黏黏腻腻的 你真的手上你都要洗很长一段时间 不要说你到你的肠胃里面 它去消化了 如果你本来肠胃消化功能就不好 你把它吃进去 不但补不进去 还增加了肠胃的负担 最后变成你身体的毒素 这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如果肠胃不好的人 你首先把肠胃调好 你再去进补 再去进补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现在他不是需要补 他身体本身不通 什么叫补通呢 你就像开车开到半路上堵车了 堵了车你再好的物资你都运不进去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不是拼命的再去把东西运过去 而是先把道路打通了 很多人现在的身体呢 是经络不通 什么叫不通呢 就是你身体运送营养物质的道路堵车了 那么你再补 补的再多 只会在那个堵的节点上 越来越欲借 时间长了这些补品 反而变成了毒品 所以对这种人来讲 你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不是去补 而是去把这个经络打通 这方面呢 一时半会儿呢 也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讲座来讲清楚 大家有机会的话呢 可以去找一些可靠的医生和专家 去咨询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但是如果平时如果女性老是有这个月经不正常 男性经常会腰酸背痛 或者是说脾气不好 无论是男女 这些情况都要注意 有可能就是你的经络也有不通的时候 也有不通的情况 总之我们要注意了 第一进补是好事儿 但是不能过分过头 不是越多越好 身体觉得舒服是最重要的 第二呢 肠胃不好的人 先把肠胃调好才进补 第三呢 如果经络不通的人 进补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还是祝大家科学进补 聪明进补 把身体越调越好